要跟妳要問道歉嗎 讓我們上去一下 我提頭讓開一下 2023年的地檢署 沒有最忙 只有更忙 演藝圈 政治界 MeToo世界連環報 那幾個月啊 吃瓜吃刀吐 首先我必須答應還是道歉 也很抱歉 顧不然沒有現年被施打 黃子嬌被指控當年拍攝 和親吻年僅17歲的少女 她雖然道歉了 但加開地圖炮 爆料吳宗憲曾國城等人黑料 隨後自殘送醫 也因為這些黑歷史 她的事業遭受到嚴重波及 約少賺了1700多萬元 她還在車上對她 強行進入 然後她還講說 只要沒射就不算了 更可惡的是她還問說 她是不是很大 妳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52歲的NONO 被指控性侵猥褻十多名女子 今年6月宣布深刻反省 就停止演繹工作 她的妻子朱海軍 雖低調不發聲 但數次出席活動都備受關注 而夫妻倆花3000多萬元 購買的北市內湖房產 如今也只能靠朱海軍 獨扛房貸 我一開始 藉著大家的勇敢 站出來講 我沒有想多會 變成今天這樣 大鴨指控11年前 與黑人赴香港出差時 差點被她伸魔爪 微風女神郭媛媛也接棒發聲 這黑人 曾泛泛懷孕期間 對她強抱抱 討親親 面對種種指控 范維琪力挺丈夫 而陳建軸則全盤不認 甚至還控告大鴨 加重誹謗 目前兩人官司仍在進行中 抱歉 對不起 炎雅倫遭網紅藥 驚爆在她未成年時 發生性關係 還偷拍兩人性愛片 檢察官勘驗相關證據後 雖認為炎雅倫沒有性侵 也沒有偷拍 將她不起訴確定 但因當時要了未成年 炎雅倫將性愛片傳給兩網友 已經違反了 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 因此將她起訴 在演藝圈有好形象的 許潔輝和宥盛 檢察變身狼屍 假借上課名義 要求繳繳性感作業 事件曝光後 許潔會未向受害者道歉 僅在社群發布 退出演藝試驗 停止所有公開活動的聲明 而宥正則被爆 對三名女員工 天餓柔胸等等不禮貌行為 她的老婆慈惠 竟然也是加害者之一 因為她明明知道這一切 卻默不吭聲 被告自從被起訴 至今 不道歉 不認罪 造成我非常傷害 還有N度傷害 讓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痛苦 北市議員中沛君 控訴去年8月 在居酒屋聚攤時 當名嘴朱學恆 雄暴病二度強吻 朱海爾說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還把脫序行為 歸咎於河島斷片 但雖令中沛君心寒的是 朱學恆不僅不道歉 還告發自己 企圖鑽法律漏洞 之後中沛君正式提告 全案目前由台北地院審理中 除了上述這些人 名譽人士王丹 名嘴朱凱翔 監察院長陳菊 前辦公室主任洪志坤 這些人還不只捲入單一 謎途個案 讓人相當傻眼